江城提出要先跟我暂时分开一段时间,我眼睛微微眯起,沉思片刻,暂时分手可以,你辅导我,参加完高速大赛结束以后开始。江城瞬间跳脚,老子就知道你是土老子聪明的脑袋瓜。 室友问我,西西,你是怎么追上学霸江城的呀?我轻笑一声,做了个自以为很帅气的甩头动作。 厚脸皮,真不是我吹,江城有多难追,人尽皆知,斑花、细花、笑花都曾向他抛过橄榄枝,奈何江城都不喜欢。 就在所有人都认定江城不喜欢女生时,他突然官宣了,没错,他的女朋友是我。 室友搂着我猛亲了几口,道,西西,你就是咱们宿舍的骄傲啊。 何止是骄傲,拿下学霸江城,期末考试,我们的高数绝对稳了呀。 知己呀。看来大家都知道,我看上江城,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看中了他那颗聪明的脑袋瓜。 第二天上完课,江城在图书馆给我补课时,我一个没忍住,又直勾勾地盯着他的脑门看起来。 同样都是脑袋,为什么他的不用点就通了呢?还是四通八达地通呢? 江城的白嫩的小脸红了又红,羞涩地道,还没看够吗? 我摇摇头,目不转睛。 看不够。江城握起我的手,含情默默道,西西,周末,我们去看电影吧。 不去。不喜欢吗?那你想干什么?我陪你。我看着他,认真地说,周末一起再刷十套高数题。 江城的嘴角抽了一下,神色古怪。刷题?我点点头。对呀,你是嫌少? 没关系,我还多准备了五套。怎么样?够意思吧?江城望着我,叹了口气。 好,我陪你一起刷题。 别说,自从跟江城谈恋爱后,我这高数水平直接又升了一个层次。 为了参加高数大赛,我一边恋爱一边学习,很不容易的。 当大赛报名开放后,我第一时间就报了名。 我从小就喜欢数学,而且也确实学得进去。 自从发现我这项天赋后,爸妈就把我送去奥数班。 小学时,我就可以做初中的数学题。 初中时接触高数,至此还从未遇到过对手。 直到我上了大学,和江城成为同学。 大一高数大赛报名之际,我得了重感冒,因此失去报名机会。 虽然没参加,但我全程关注赛事,包括拿了第一名大奖的江城。 那次大赛的最后一道题,我解了整整两天才研究出来。 江城不一样,他大概只花了二十分钟,还多写了一种解法。 据说,江城小时候有小神童之称。 所以,那时候我就暗暗发誓,来年一定要拿下江城,让他提点一下我。 这样在下一次的大赛中我才能拿奖。 故而和江城谈上恋爱后,我几乎没有浪费我们在一起的一分一秒。 不是刷题,就是在刷题的路上。 最近江城不知怎么了,跟我在一起时,总有些心不在焉。 具体表现在,讲题消极,忘性极大,不是忘记带书,就是忘记带卷子。 还有几次我都在他包里翻出些五花八门的东西来,鲜花,手链等。 就在我决定要跟他好好谈谈时,他说,嘻嘻,我想暂时跟你分开一段时间。 我眼睛微微眯起,沉思片刻,暂时分手可以,你辅导我,参加完高速大赛结束以后开始。 江城瞬间跳脚,老子就知道你是土老子聪明的脑袋瓜。 江城一脸委屈,直接开始了对我长达十分钟的控诉。 我头一次知道,男人也是可以翻出这么多细节来算账的。 你跟我在一起之后,从来没有看过一次电影,逛过一次街。 每天约会的内容不是刷题,就是在刷题的路上,哪个好人家谈恋爱每天在图书馆谈啊。 我乖巧道,那图书馆定情的还是挺多的。 江城,他深吸了口气,我仿佛看到他额头的青筋跳了一下。 那你从来没说过你喜欢我,你每次找我,都是让我给你讲题,我都不记得我们上一次聊日常是什么时候了。 嗯,我沉思了一下,拿出手机,翻出聊天记录递给他。 前天早上,我刚给你拍了蓝天的照片说,天气很好,这算日常吧。 江城面无表情,是,然后你下一句,就是让我陪你去图书馆刷了十套卷子。 我,我有些尴尬,因为我仔细想了一下发现还真是,我开始有些发愁了。 哎呀,我真的很想在高速大赛里拿奖嘛。 能参加这个比赛的可都是大神。 真正热爱数学的人,是不会让日常里空闲的时间白费的。 他们肯定也都在拼了命地刷题。 练习,挑战,超越自我。 每一个数学人都在拼尽全力的努力,我又怎么能偷懒不动呢? 我变得热血沸腾,脱口而出道,十套卷子根本不够。 我现在就在去准备十套。 江城站了起来,他嘴唇抿成一条直线,眼神显得有些悲伤。 你果然就不喜欢我,我跟你谈恋爱完全没有一点甜蜜幸福。 他说着就想离开。 我急了,这比赛还没结束呢,他怎么说走就走啊。 我身体比脑子反应快,大脑还没回过神手,已经伸出去拉住了他。 江城身体一僵。 他猛地回头,我明显从他的眼中看到了阴阴闪烁的光亮跟蹊迹。 我吞了吞口水,瞬间觉得自己真不是人啊。 他好歹也是校草学霸,平时都是被人追捧追惯了的,怎么这跟我谈恋爱之后还受委屈了? 我觉得我如果再伤害他,肯定要遭报应了。 无法,情绪被架到这了,我只能硬着头皮对他扯出一个笑,信誓旦旦道,你看你说的这是什么话。 我那时不喜欢你吗?我那时因为太喜欢你了想对你好,才克制自己的。 不信你等着,等我高速大赛结束,我让你好好体会下什么叫招架不住。 三七二十一先不管,我狠话反正是先放下了。 我怕江城不信,所以一直在不停强调。 最后,我说嗨了,直接拍板放话道,我跟你说,我要是动起真格来你,肯定都受不住。 乖乖等着吧。 我话说完之后,昂首挺胸地跟江城对视了三分钟。 三分钟之后,江城重新坐回我旁边,板着一张脸,一本正经道,你还有什么不会的。 我一道道讲,我眼神一亮,麻利地从包里拿出我整理好的错题本,开始了我免费的高级授课。 时间很快到了高速大赛。 这次的高速大赛,江城没参加,但他还是作为男朋友陪我来了,并且在比赛开始前一直在教我一些现场保持状态的小技巧。 我拿到题目后,深吸了口气。 等到彻底病除全部杂念后,我全神贯注,将全部精力投注到做题里。 感谢上帝,感谢江城。 这次的提醒,竟然让江城压准了。 我做到最后,信心倍增。 虽然最后一道大题依然难得离谱,但我在做的时候,总觉得大脑被江城附体了。 我奋笔疾书,最后竟然超常发挥,在收卷的最后一秒,打完了整套卷子。 毫无疑问,这次的冠军就是我本人了。 在现场等待成绩出现的那一刻,我激动地没控制住情绪,直接抱住旁边的江城,就亲了一口。 江城整个身体瞬间僵住,他的耳朵红透了,整个人显得有些不知所措,纯情地简直让我仿佛发现了新大路。 我突然之间就生出了撩拨他的兴趣。 领完奖后,我拿着奖杯来到了他面前,直接把奖杯塞到了他的怀里。 我弯起眉眼,田田道,这是我们一起拿到的奖杯哦,我去把它领回来了,之后就交给你保管了。 江城抱着奖杯眨了眨眼,他张了张嘴,发出的声音都有点沙哑,他赶紧倾壳了一下。 我听到他微微颤抖道,你不是很想要这些奖杯吗?你确定要让我帮你保管? 我点了点头,毫不犹豫到,对,就是因为我很想要他,所以他对我很宝贵。 现在,我把我最宝贵的东西给你,你可不要给我弄丢了哦。 江城盯着我,沉默了几秒没说话。 等到他再开口,我听到的是坚定不移跟深情动容。 好,我一定会好好保管的。 我满意地点了点头。 江城的电话突然响起来,跟我说了句稍等,自己边接电话边走了出去。 没一会儿,他已经捧了一束玫瑰花走了进来。 我挑了下眉,确实没想到他准备得这么齐全。 江城来到我面前,将花送给我,真心地鼓掌道,嘻嘻,恭喜你夺得冠军。 虽说我领奖的时候已经被人祝贺过了,但江城的情绪明显是不一样的。 我听出来了,依然笑道,谢谢。 我接过花,一手捧着奖杯,一手抱着玫瑰。 江城想给我拍照留念。 我看着他,突然扶制心灵,在江城指挥我之前,直接对路过的一名小姐姐说, 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可以麻烦你帮我和我男朋友拍张照吗? 小姐姐转头看了看我,突然惊呼,你是今天的那个冠军。 你是沈兮兮,那你男朋友岂不是小姐姐猛地看向江城? 下一秒,我就听到一声克制的尖叫。 他捂着嘴,满脸兴奋,江城,能拿下江城的果然没有一般人。 江城不知道是被我搞懵了,还是被小姐姐搞懵了。 他扭头看了看我,眼神有些茫然。 我憋着笑,跟小姐姐大概说了一下怎么拍之后,就立马拉着江城过来配合。 前面拍得都很顺利,等到最后一张,我本来是想转头跟江城说让他离我近一点的。 结果我这刚扭头,视线都没聚焦,就感觉唇上被一个温暖的东西划过。 我愣了下,终于看清了现状。 江城跟我一样意外,他扭着头,微微弯着腰,呼吸仿佛还在我的脸颊边吹拂着。 我怎么也没想到,我跟江城的第一个吻,竟然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是的,没错,我跟江城交往这么久,实际上连接吻都没接过。 就连刚刚那种唇跟唇的触碰都没有过。 这会儿,我们两个竟然能在未曾商量的情况下同时扭头亲到对方。 不知道为什么,我感觉心脏突然猛地跳动了一下。 悸动,羞涩,周围人已经疯了。 尤其是给我们拍照的小姐姐做出一副掐人中的手势, 但很靠谱地给我们把刚刚的一幕给拍下来了。 小姐姐拍完后,把手机还我,说是还有事要先走。 我看着她的背影,怀疑她是回去磕CP了。 我扭头想跟江城玩笑两句, 结果一转头才发现江城脸上的红色竟然还没退掉。 江城偏过头倾壳了一声, 一边拿出手机,一边跟我说她订了一个餐厅给我庆祝。 我好奇地凑过去看了看, 发现江城选的是最近还满火的一家情侣餐厅。 你还挺会选地方的, 我对此自然没有意义。 嗯,江城开车送我来的, 这会儿我们正好把花和奖杯都放到车上, 一身轻便地来到了餐厅。 这家餐厅最近已玄学出圈。 所有人都说, 这家餐厅堪称餐厅界的机名寺, 每一对来这里的情侣只要点了情侣套餐, 那不是正缘的人离开这家餐厅后就会分手。 我一开始听这个传言就觉得挺有意思, 干脆坐到江城旁边跟他聊这些玄学传说。 江城对于江湖传言并没有发表什么意见, 倒是服务员很快过来, 二话不说就给我们推荐了情侣套餐。 我跟江城同时沉默了下来。 我莫名有点心虚, 干脆忽视了服务员的话, 单独点了一盘虾。 江城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随后婉拒了服务员的推荐, 单点了几样东西。 等服务员走了之后, 江城撑着下巴盯着我看。 我心虚得更厉害了, 忍不住偏了偏视线, 小声道, 情侣套餐里的东西我都不喜欢。 嗯, 江城很自然地点了点头, 我也是, 所以我没点。 我不知道该接什么, 干脆转移话题, 说起今天的比赛。 这一说, 数学我可就不困了。 我滔滔不绝, 又是夸他压提压的好好, 又是称赞提醒有趣。 江城就在我对面静静地看着我。 他不时地点头回应几句, 一直到服务员把菜都上了, 我才意犹未尽地停了下来。 江城点了几样菜, 都是我爱吃的。 我高高兴兴地拿筷子吃了几口, 对味道表示满意后, 才戴上手套, 开始包虾。 一捏一扭, 虾壳退去, 连虾头里的黄我都不会放过一点。 我这边包虾包得不亦乐乎, 那边江城却连动都没动。 我吃到一半, 终于发现江城一只虾都没吃。 我停了一下, 看了看他面前空空如也的盘子, 又看了看我面前满满的虾壳, 沉思两秒后问他, 你海鲜过敏吗? 江城正在喝水, 文言顿了一下, 放下水杯摇了摇头, 没有。 哦。 我表示了解, 下一秒反手将手里的包好的虾肉, 递到了江城的嘴边。 张嘴。 江城下意识地把嘴张开, 我眼急手快地把虾肉塞进去, 顺手还帮他擦了下嘴角的油渍。 江城的脸, 肉眼可见得红了。 他有些紧张似的往后一躲, 眼神躲躲闪闪, 声音更是结结巴巴道, 我自己来。 我有些好笑地看着他, 就他现在这副样子, 要是给他学校里那群迷妹看到, 我不用想都能猜到 他们会发出怎样疯狂的尖叫。 高冷难以接近的学霸校草, 谈起恋爱来, 竟然意外地纯情, 我没忍住笑了笑。 江城愣了一下, 他突然低下头, 二话不说, 戴起手套来帮我包虾。 这顿饭最后吃得非常地沉默, 但并不尴尬, 甚至是我跟江城交往以来 感觉最好的一次约会了。 吃完饭后, 我跟江城散步回学校, 我俩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 最近临近七夕, 街上很多店铺 已经搞起了情侣活动, 手拉手走在一起的情侣 也明显多了起来。 我跟江城的前面 就有一对拉着手说 悄悄话的情侣, 忽然, 只感觉到手背有一股痒痒的感觉。 江城的手 有意无意地擦过我, 一触即离, 带着点难以言喻的暧昧。 我下意识地抬头看她, 江城目不斜视地看着前方, 耳尖发红, 侧脸的轮廓 透出一股刻意的一本正经。 不得不说, 江城的这个脸长得是真的优越, 跟她谈恋爱到底还是我转了, 我想了想, 还是主动地拉起了她的手。 江城几乎是瞬间就反握了回来, 她的手比我大出一些, 此时反客为主地握住我, 几乎将我的手整个包裹进了她的掌心。 我感觉到掌心里源源不断地传来的暖意, 心跳也有些快了。 我们就这么牵着手往学校走着。 就在快走到校门口的时候, 江城突然开口, 壮丝不经意地说道, 你之前说要聊得我招架不住, 不会就是这样牵个手吧? 干, 居然搞突然袭击。 我瞬间心虚, 强作镇定道, 当然不是。 今天这就是热热身, 聊人这是无形中最致命, 我要是告诉你, 就没意思了。 江城转过头, 似笑非笑地看向我, 我立马做出一脸的高深莫测, 全程理智气壮地表示, 肯定会兑现诺言。 江城只说她等着, 回学校后就把我送到了宿舍楼下, 我几乎是逃命一般地飞奔回了宿舍。 我一直从楼上看着江城转身离开, 这才重重地松了口气, 好险没露线。 这么说呢, 我也不是真的骗江城什么, 主要是吧, 我是真的不太懂怎么聊人啊。 我回到寝室, 室友们第一时间来给我送上了夺冠的祝福, 他们甚至还特意给我买了一个小蛋糕, 我感动不已, 掏钱点外卖, 请大家一起吃了顿好的。 吃完饭后, 我们开始闲聊, 我主动开口求助道, 话说你们知道到底该怎么聊人吗? 室友们一时都有些愣住, 他们互相看了一眼, 一个室友小心翼翼道, 你要聊谁? 江城还不够好吗? 你难道还打算追别人? 啊, 我愣了下, 这才反映过来他们误会了, 赶忙哭笑不得地澄清, 不是, 我就是要聊江城。 我把之前我跟江城夸海口的事, 大概跟他们说了一下, 室友们明显地松了口气, 然而下一秒他们更加奇怪道, 不是, 你都不会聊人, 当初是怎么追到江城的呀。 对呀, 我一直以为你是恋爱高手, 不然能把全校女人都拿不下的男人给拿下。 我面对室友们的质疑, 确实不知道该说什么, 毕竟当初我刚说要追江城的时候, 根本没一个人看好我, 而我为了高速比赛也是拼了命, 要不是这个学校里除了江城的确找不到第二个更合适的, 我恐怕也不会非要挑战江城这种低于难度。 我决定追江城之后, 第一件事就是上网查了攻略的资料, 于是我用尽了浑身解数, 鼓起勇气去加江城的微信, 很轻易地加上了。 之后, 我开始每天坚持跟他发早晚安, 没事还会随手拍一些照片发给他, 碎碎念一些有的没的企图拉近关系。 江城也都回复我, 最后突破我跟江城之间的关系, 是因为我选择了送他一套真题。 我到现在都记得给江城送真题的时候, 他惊讶的表情, 我顺便问了句, 可以在一起吗? 然后他接受了, 从那之后, 我感觉自己仿佛发现了什么真谛, 原来热爱高速的人, 情意是相通的。 江城或许并不像别人说的那么难以接触, 他可能只是太热爱学习了, 其他人不理解他, 所以不能走进他心里。 我越想越觉得合理, 我把我跟江城之间的交往过程, 从头到尾跟室友们讲了一遍。 室友各个嘴张德, 仿佛能塞下一个鸡蛋。 虽然他们没人开口, 但我总觉得他们仿佛有千言万语, 于是我乖巧地把手放在膝盖上看着他们。 牛啊, 不知道是谁先开口说了一句, 打破了这份沉默, 寝室终于炸了。 室友们被震撼全家的发言。 我去, 原来江城不是难追, 是方法不对。 我天, 这太离谱了, 我很难评, 我真的很难评。 没什么, 还是我们细细厉害, 怪不得他每次跟江城出门都要带着好几套卷子, 原来真相是这样, 所以就是说江城以为你和他在一起只是为了找个免费家教辅导你学习。 话说你俩不会交往这么久连约会都没有过吧? 不会吧, 不会吧, 你们两个有离开过图书馆吗? 我很心虚地搅动了一下手指, 默默低下了头。 室友沉默两秒, 奇奇惊呼道, 嘻嘻你当个人吧? 其实, 看到江城委屈的神色后已经知道错了, 但我真的不会聊啊, 我最多只会口嗨一下, 行动上我可是个十足时的矮人。 室友们对视一眼, 任命一样地叹了口气, 开始给我出谋划策起来。 形象啊, 首先先改变形象, 人都是视觉动物, 谁不希望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打扮得漂漂亮亮啊? 嘻嘻你每次跟江城出去就随便套个T恤牛仔裤, 要不说他怀疑你不喜欢他呢? 啊, 我愣了一下, 还真没想到这方面。 主要是我每次跟江城出去主要就是为了刷题。 我听着室友们告诉我, 正常人约会都会打扮得漂亮精致, 也是为了表现出对对方的重视。 我突然想到, 江城好像每次见我都会穿得不一样。 难不成, 他是特意为我打扮的。 这下我更心虚了, 室友兴致勃勃道, 稀稀你长得好看, 身材也好, 什么吊带裙高跟鞋啊, 穿起来啊。 视觉冲击, 绝对迷的江城连东西南北都分不清。 其他室友纷纷表示赞同, 他们开始就我们寝室友的衣服进行了一番的搭配。 最后几个人合力给我选了一套最佳, 我看着手里的辣妹装小吊带嘴角抽搐了一下。 这冲击确实挺大的, 根本就不是我平时的风格。 选完衣服, 他们又叮嘱我约会要多些肢体接触。 稀稀你性格比较强势, 但恋爱里偶尔示弱并不是坏事, 反而这样才能把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 撒撒娇啊, 亲亲抱抱, 多说点情话。 信我肯定没错, 室友说得十分笃定自信, 我的脑袋不由自主地便向下点了点。 有些招数我完全没想到, 而且光是听着我就已经感觉口干舌燥。 怎么说, 确实聊啊。 于是我用了一晚上时间, 分门别类地整理归纳, 最后演化出了一套我自己理解的聊人十八事, 准备彻底让江城招架不住了。 我确保好自己的聊人招数后, 就准备开始出击。 我提前找好了电影买好了票, 然后发微信故意到, 帅哥, 晚上有空吗? 约会, 江城回复得飞快。 好, 等跟江城约好, 我立马按照室友们的出谋划策开始换衣服, 小吊带, 超短裤, 高跟鞋。 我还特意去网上学了一个纯玉装, 是要把江城给拿捏得死死的。 我下楼一眼就看到了江城, 他身高腿长, 在人群中很显眼。 此时, 他正背对着我在打电话, 我抱着一点捉弄他的心思, 故意拍了他的左肩, 又跑到右边。 江城下意识地转身, 看到我的时候呼吸都停了。 我对着他笑了一下, 江城瞳孔睁大, 几乎有些呆滞地挂掉电话, 愣愣地看着我。 我笑道, 怎么样, 我今天好看吗? 好看。 江城的声音有些哑, 我能感觉到他情绪的波动。 我心里暗喜, 就不信撩不死他。 电影院离我们学校不远, 我俩干脆不行过去。 走到一半, 江城突然松开我跑开了。 我懵了, 一下子也没反应过来跟上去。 站在原地, 莫名其妙地看着江城跑去了商场。 没一会儿, 江城就跑出来, 手里还拿着一件崭新的外套, 沉着脸走到我身边, 二话不说地给我披上。 我莫名其妙道, 你干什么? 开什么玩笑, 我今天到底是为什么才打扮成这样的? 给我挡起来, 算什么事? 他目光深沉, 看着我的眼神充满了战有欲, 一股他平时很少流露的强势在我身边环绕, 我下意识地拉住了身上的外套。 江城猴杰动了一下, 他俯下身, 凑到我的耳边, 声音阴雅, 还带着几分隐隐的咬牙切齿。 你就没发现, 这一路上到底有多少人看你吗? 嘻嘻, 你可能误会我了, 我脾气没那么好, 他们这么看你, 我气得快要死了。 这么霸道, 他不是个纯情学霸吗? 这浓浓的反差感是怎么回事? 我心跳骤然加快, 几乎是本能反应, 我往他的怀里凑了一下。 江城瞬间愣住, 身体僵硬, 我没敢抬头看他, 只是强装镇定地拉了拉外套, 轻声嘀咕, 我打扮还不是为了你吗? 江城没说话, 他只是抬起手, 强势又不容拒绝地将我揽进怀里。 后面的路上他几乎都是搂着我走的, 只不过明明是我要聊他, 怎么现在感觉好像反了过来? 到了电影院, 一直到入场坐下之后, 江城才被迫放开我。 我选的这个电影是个爱情电影, 加上前面一排已经有好几对, 开始搂搂抱抱了。 整个电影院到处都泛滥着甜腻的爱意, 我受到气氛的影响, 下意识地回头看了眼江城, 结果直直地对上了江城的目光, 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盯着我了, 漆黑的瞳孔里闪烁着灼灼的光芒, 我心里一动, 突然对他勾了勾手, 江城立马凑了过来。 我微微抬头凑到他的耳边, 故意用聊伯人的声音问道, 我可以亲你吗? 江城握着我的手紧了一下, 我目光含笑地看着他, 直到他微微起唇的那一刻, 我立马发动攻势, 抢在他之前直接吻在了他的唇上。 一直到我们从电影院出来, 江城都显得有些恍惚。 这招玉剧还迎出其不意, 还是我跟着室友学的。 不得不说这是真的好用, 江城越是魂不守舍, 我越是得意, 忍不住变道, 喜欢吗? 嗯。 江城愣了一下, 接着很快反应过来, 他的耳间瞬间爆红。 嗯。 他嘀嘀地应了一声, 现在这副不知所措的样子, 跟刚刚的强势简直判若两人。 他真的太可爱了。 回到寝室楼下, 江城不舍地松开我的手, 回去吧。 我装作毫不在意地对他挥了挥手, 然后再次趁他不被抱住他, 快速地留了一句晚安之后, 又飞快地跑了。 等我回到寝室没多久, 江城就给我发微信说他到了。 我给他回了一个轻轻的表情包, 江城隔了一会儿才回到, 确实有点招架不住了。 我看着他的消息乐得不行, 只恨不得把1080撩人技巧 全都用到他身上。 我跟江城这边正聊得火热, 那边我出国许久的弟弟沈思 突然给我发消息, 说他回国了。 我跟这个沈思可以说是 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的。 这会儿我也顾不上再去聊拨江城, 立马给沈思打了电话, 然后约了个时间让他来学校找我。 跟沈思太久没聊, 一不注意就聊得有点晚, 等挂了电话我只来得及 跟江城说声晚安。 第二天中午我去门口接沈思, 江城突然给我发消息约饭, 刚把我有约的消息发给江城, 就感觉到有股不妙的风冲着我就来, 下一瞬一个人就挂到了我身上。 沈思一米八几的大哥冲上来, 好家伙,我差点摔倒, 我没好气地拍了拍他肩膀, 你可悠着点吧, 把我撞死了, 你找谁请你吃饭去。 沈思哈哈一笑, 满不在乎道, 你没了我, 直接拿你约去吃。 不过, 西西最近缺乏锻炼啊, 你以前没这么柔弱呀。 呸, 你也不看看你以前多高多重, 多大的人啊, 还把自己当小猫呢? 我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对于这种睁眼说瞎话的行为, 表示十分的鄙夷。 沈思又开始傻乐, 我翻了的白眼懒得理他, 干脆带着他开始参观学校。 我俩绕着学校走了一会儿, 走到篮球场的时候, 沈思突然拉住我, 兴奋道, 咱俩好久没打球了, 要不要来一局? 我看向篮球场的方向, 哪怕到了中午那里人, 还是满满的。 我被沈思说得有点心动, 想当初我跟沈思的2v2配合, 可是连大人都比不过我们。 要不是我实在是对数学喜欢的不行, 当初就直接走体育生打篮球了。 于是我点了点头, 拉着沈思去了球场。 我跟沈思配合默契地连连进球, 没一会儿, 在旁边围观的人就变多了。 我打得很痛快, 正上隐着, 江城突然从人群里走出来, 毫不客气地打断了我们的比赛, 直接道, 能加我一个吗? 我神色一喜, 江城怎么找来了? 可惜江城看都没看我一眼, 跟对面中的一个人交换了上场, 接下来就变成他和另一个同学, 跟我和沈思2v2。 我忍不住对他说, 你行吗? 我们可是很强的。 江城这才把视线转向我。 他目光淡淡, 声音却很温柔道, 是事不就知道了。 我被他轻描淡写的态度激发了斗志。 接下来比赛我更加认真, 拼尽全力, 然而就是这样, 我才愈发地感觉到江城的厉害。 没想到江城学习好, 打球更好。 我自认跟沈思的技术不算差, 却没想到直接被江城给血虐了。 拾球结束, 我们双方体力都消耗得差不多了。 沈思一把拉住我, 把我拉到一边, 鬼鬼祟祟地凑到我的耳边小声说, 不是那男的谁啊? 我惹着他了吗? 我怎么感觉刚刚一场比赛下来 他一直在针对我呀? 我下意识地看了眼江城的方向。 江城黑着脸, 死死地盯着我们这边。 我心里莫名有些心虚, 举起手凑到沈思耳边小声说, 我不知道啊, 但他是我男朋友。 哦, 他是你男, 沈思愣了一下, 不敢置信地跳了起来, 男朋友? 你什么时候有男朋友了? 我无辜地对他眨了眨眼, 真诚道, 不久前吧, 我本来想吃完饭给你俩介绍一下的。 沈思似乎难以理解男朋友三个字的意思, 他陷入了沉思, 一会儿看看我, 一会儿又看看江城。 半晌, 他突然一拍手道, 行, 我帮你考察一下他。 我…… 我还没来得及问沈思考察什么, 江城已经急不可耐地走了过来。 沈思看到他过来, 突然一变脸拉住我的手, 用一种让我全身起鸡皮疙瘩的声音撒娇道, 嘻嘻我饿了, 你快带我去吃饭呀。 我给他肉麻得浑身不得尽, 还没等我甩开他, 江城一把拉住我。 他强势地将我揽进怀里, 我从来没见过他用这么大的力气搂住我, 一时间我趴在他怀里都不敢乱动。 他冷冷道, 不好意思, 我是西西的男朋友, 请你离他远一点, 谢谢。 江城平时是一个很少生气的人, 然而越是这样的人, 他一旦升起气来就显得格外的可怕。 我赶紧从他怀里挣扎出一个头, 解释道, 哎江城你别急, 我还没给你介绍呢, 这是我弟弟沈思, 他刚回国来找我玩呢。 弟弟, 江城低下头看我, 沈思立马接话, 那可不, 我跟西西也算是青梅竹马, 江城没时腰表情, 只是淡淡道, 弟弟你管西西叫名字, 是不是有点太没有礼貌了? 沈思挥了挥手, 满不在意道, 嗨, 我妈倒是让我管她叫姐姐, 但我觉得我们的关系没必要嘛, 又不是真的亲姐弟。 沈思特意加重了亲姐弟三个字, 我越发地觉得不对, 很不对, 我对她挥了挥拳威胁, 不是亲的就不管我叫姐姐了, 你个没良心的。 沈思一看我说话, 又开始傻了, 她一副完全以我为首的样子, 让我很满足, 然后旁边的江城气压却更低了, 我不傻, 江城跟沈思之间剑拔弩张, 我感觉到了, 但我饿了, 我们去了之前, 我跟江城去的那家玄学餐厅, 江城直接开口, 来一份情侣套餐, 我听到愣了一下, 下意识地拉了拉她劝道, 你确定? 你不怕那个, 江城看向我对我微微一笑, 她柔声道, 没关系的嘻嘻, 我相信我们的感情, 我早认定了, 这辈子只会娶你一个人。 我没想到, 江城会说得这么直白, 当即便感觉心跳加速, 有些不好意思。 沈思在旁边起哄地捅了捅我, 我转头瞪了她一眼, 这次跟上次我和江城来的时候一样, 菜很快变上来。 江城主动开始给我包虾, 我乐得轻松, 享受别的菜的时候, 也不忘投喂江城几口。 沈思在一边耍赖道, 嘻嘻, 你怎么不给我加菜呀, 你以前都可照顾我了。 江城包虾的手一顿, 原本表情还不错的脸色, 瞬间又黑了。 我看了看强忍笑意的沈思, 还有醋味能包盘饺子的江城, 微微张了张嘴, 最后哭笑不得地给了沈思脑袋一巴掌。 我好笑道, 好了, 你还没完了, 你没看你姐夫气得都快成河豚了吗? 沈思终于忍不住大笑起来, 我看着他, 笑着给他解释, 这个弟弟是我真的弟弟, 沈思, 不是亲姐弟, 但也有点血缘关系。 江城听完后, 嘴角一直忍不住地抽搐, 沈思一边笑, 一边给他道歉, 表示自己只是为了帮我考察, 才故意这么干的。 沈思心情愉快道, 我看出来了, 姐夫你是真喜欢我姐。 你放心吧, 你要是争取了, 嘻嘻我肯定给你们包个大红包。 姐夫这一表人才得不亏不亏, 我被他说得哭笑不得, 摇了摇头, 夹了个狮子头, 直接塞他嘴里。 江城把包好的虾放到我的碗里, 准头面对沈思, 笑得礼貌又得体。 弟弟的祝福我收下了, 你姐姐我肯定会娶的, 到时候一定请你来做我们婚礼的主桌。 我能感觉到江城说娶我的时候, 话里的认真, 嘴角不由自主地便勾了起来。 然而还没等我感动地回应几句, 江城突然话风一转, 直接把我的情绪重新冲回了, 哭笑不得。 他微微咬牙道, 不过西西这个名字, 你还是别叫了, 当弟弟的该叫姐姐, 还是乖乖叫姐姐吧。 得, 江城吃起醋来, 还真可爱。 吃完饭, 下午我们又带着沈思在周围玩了玩。 江城全程表现得十分绅士, 导游讲解, 排队买票, 请客吃饭。 等到晚上, 沈思准备回去的时候, 我都感觉他要变成江城的小迷地了。 果然等把沈思送上地铁之后, 他悄悄给我发消息, 说会帮我在我爸妈面前好好夸夸姐夫的。 我有些好笑, 还没回呢, 江城就叹了头过来, 看到沈思的消息十分满意。 你这表弟人不错呀, 等一下回去你家我给他带点礼物。 我挑眉看他, 好笑道, 我什么时候说让你去我家了。 江城理直气壮, 表弟都回去帮我们公开了, 我还不上门, 那不是不礼貌吗? 我无语地翻了的白眼, 江城全当看不见, 已经开始问我家里人喜欢什么东西了。 等我跟江城分开后, 我越想越不对劲, 我到底什么时候跟他说要带他见父母了? 沈思走后没过两天, 我爸妈就给来了电话, 说他们已经知道了江城的事。 我甚至都没来得及稍微跟他们解释两句, 我妈已经催促到, 这周末就带人家过来啊, 我给你们做好吃的, 可别给人怠慢啊。 他甚至都没有给我反驳的机会, 就挂了电话。 我一直到电话里传来嘟嘟的声音都还没反应过来, 满脸错愕。 沈思已经给我发来消息求表扬了, 怎么样姐, 我这波给我姐夫吹得那绝对妥妥的。 我沉默了一下, 回复他道, 你到底说啥了? 沈思那边消停了几秒, 回过一条语音, 他语气骄傲, 颇有种深藏功语名的味道。 哎呀, 你就别管我说啥了, 反正说的都是好话。 啊, 对, 我听说我姐夫还是个学霸。 你又不是不知道, 我姑姑跟姑父的职业, 对数学好的人天然地有滤镜, 我跟他们说, 你参加数学比赛, 能拿冠军我姐夫出力不少, 他俩现在可逮着劲, 要把我姐夫抓牢呢。 我恍然大悟, 瞬间明白了我爸妈 怎么就对江城那么看好。 我爸妈两人都是搞数学的, 小时候发现我有这个天赋 跟兴趣的时候, 他俩就很高兴, 这会儿眼看着我 又要找一个数学天才来 我们数学世家。 我爸妈可不高兴地, 不想让人走吗? 我没忍住笑了一下, 觉得这事也是巧。 因为数学我追求江城, 又因为数学他 被我爸妈轻易接纳。 我一开始追他的目的 可能确实不纯粹, 但这一路看下来, 我却真的很感谢 数学给我们这么一个契机。 我脑子里突然灵光一闪, 飞快地去列了几个公式。 谁说谈恋爱和学数学 不能两手抓的? 周末, 我带着江城回家。 江城早在知道, 我爸妈叫他去之后, 他就开始模拟练习, 见了父母之后的事。 就是他参加各种国家级, 世界级的比赛, 我也没见他这么紧张过。 到家后, 江城真诚又礼貌, 不过跟我爸妈吃了一顿饭, 他们仨竟然就已经讨论起 我们领证的事了。 我在一边听得哭笑不得, 看时间差不多了, 拉着江城要走, 我妈还特别地恋恋不舍。 我半真半假地吃醋道, 妈你对你亲闺女 都没这么舍不得过, 你再这样, 我要吃醋了。 我妈立马过来安慰我, 再三发誓, 保证我永远是 她心里唯一的宝贝。 我哼了一声, 果断拽着江城, 逃离了魔爪。 江城一路上十分怪顺, 我叫了辆车回学校, 一直到了车上江城, 整个人才松懈了下来。 我笑着摸了摸她的头, 江城顺势拉住我的手, 握进自己的手掌, 嘴角慢慢提上了 浅淡的弧度。 她转头看向我, 眼睛亮亮的。 嘻嘻, 我真的很高兴, 能和你在一起, 真的是我的幸运。 江城不急不慢, 温柔地告白着, 我的心好像也随着 她轻柔的语调, 渐渐柔软了下来。 想到我们俩的媒婆数学, 我忍不住握紧了江城的手, 轻声道, 江城, 下次数学大赛, 我们一起参加吧。 你如果能赢我, 我就送你一件 你一定会喜欢的礼物。 我抬起头, 微微弯起眉眼, 对上江城的眼睛。 江城望着我的眼神, 永远只有满满的爱意, 让人沉溺, 无法自拔。 她说, 好, 下一次的高数大赛, 江城再次报了名。 她的名字, 在这种比赛里, 早已如雷贯耳。 从公开她报名的那一刻开始, 她也再一次成为了校园里的风云焦点。 然而, 不管别人怎么讨论, 我跟江城依然雷打不动地, 每天约着去图书馆刷题。 之前被江城吐槽, 没有情趣的事情, 现在却成了我们之间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日常。 图书馆或许没有别的地方约会有情调, 但对于我们来说, 这里反而是最适合的地方。 这一次的高数大赛, 江城毫无悬念地成为了冠军。 而我超常发挥, 只比他低了几分, 却断层甩开了第三名的分数。 这次比赛, 不只让江城在数学领域的名声被一些大佬看到, 就连我自己都感觉到关注我的视线变多了。 比赛成绩公布当天, 江城第一时间就来找我, 我自然知道他是来干什么的, 没用他催, 我直接将一个本子交给了他。 江城当场就想打开, 我按住他的手, 对他狡黠地眨了眨眼。 别急, 你回去慢慢看。 江城虽然有些疑惑, 却还是很听我的话, 默默地把本子收了起来。 那天, 我又带着江城回了家, 跟我爸妈一起庆祝我们两个, 拿到优胜。 等从家里回寝室后, 我就安静躺在床上等着。 我给江城的本子里, 是我用数学公式 写的一本情书。 因为我们两个与数学之间奇妙的缘分, 我当时突然便想到了 这样一个告白的方法。 我知道那些公式对江城来说并不困难, 但这些都不重要, 我的心意能够传达给他本身就足够了。 半夜十二点的时候, 江城终于给我发来了消息, 这也是我在情书里留给他的话。 我因为数学爱上你, 也将你写进数学公式, 将你们永远放在我心里最炙热的爱恋里。 我爱你, 像热爱数学一样爱你。 我爱你, 江城 好猜热認识。 好猜热, 好猜热, 好猜热。